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可以给大家看近一点 什么叫早晨之星 这支阴烛 其实连续两支 下面这支阴烛 做了一个大长针 下影线很长 代表跌下去的时候 然后冲上来 代表下面的支持很大 你要留意一下 昨天金碟 一早就已经做了一个低位 就是五个半 然后明显地就是杀仓 杀完好仓 然后就上去 很快已经上去 昨天想买五个半买不到 很快已经没了这个价位 之后也是徘徊在六元附近 做一个类似十字星 或者叫做小锤头的一个情况 这支也有点像早晨之星 真的吗 也有点像 你可以看清楚一点 虽然它不是一个很经常的图 是一个早晨之星的图 但你可以的 阴烛 之前那天都是阴烛 其实之前那天都是阴烛 是挺重要的 因为代表的 trend是真的很弱的 是 然后十字星 但是它这个 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它是上影线长 而不是下影线长 代表什么呢 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我冲了上去然后压住 下来 其实代表是弱的 仍然是弱的 但是今天就大阳烛升到低下 亦都破了昨天的高位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讯号 所以你说是否一个短线见底的讯号 我仍然觉得是